接下來說明一下,我們這個課程我待會要介紹的 主要第一個,我也先自我簡介一下 第二個,因為我們上課可能會有一些相關的參考用書 這個參考用書,就看各位如果想要多補充一些理論上面的知識的話 我是建議還是可以加點翻閱 不過理論上很多書是這樣,尤其電腦書,哪怕你看懂的,但是你不見得寫得出來,其實還蠻多的 很多人都買了一堆電腦書回去看,但最後其實就真的照著操作也不見得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而且有錯的話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另外我自己的感覺是說大部分的VBA書籍,很多真的寫得太囉嗦了 也就是說寫得好像感覺有些其實不用寫那麼多,但他寫的就一大堆 有些簡潔的東西他沒有講得太多,而且跟一些食物上面的用途上面好像也沒有那麼有銜接的地方 所以我們課程盡量還是以大家用得到為原則,如果有些東西太理論的,一般你可能會用不到的 我可能那地方我會斟酌,因為講了你們可能這輩子用不到,講了反而增加你們的負擔 我大概會規劃幾個方向,包含就是我剛剛提到的五大類的函數 不過實際上如果你要再細分,其實Excel函數甚至可以分到九類,甚至更多類別 可是我是覺得分那麼細可能意義不大 主要就是你要了解每個函數它的使用的邏輯 至少你要了解那個邏輯,以後哪怕哪一個函數你不會用 你也可以利用那個邏輯,就順著邏輯你也會用 也許你從來沒用過,但是你大概也都知道該怎麼用 當然有很多我剛剛提到,很多其實是裡面沒有內建的 那怎麼辦,這時候我覺得還在延伸之一寫 寫的話就是涉及到VBA部分,VBA等於是說下一個階段了 我研究上一定會從簡單開始,先從基礎開始 那慢慢你大概知道,那如果我要把它變成VBA,那應該怎麼變 所以至少不會憑空就跳到VBA,讓你有點殺得措手不及 是什麼東西,完全沒頭沒腦的,至少你會知道有同樣的邏輯 如果我用函數可以做出來,但是如果我想要改成VBA,該怎麼做 OK 而且VBA真的最怕是寫錯,所以你們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很小心 然後不要急,然後要懂得這些操作的方法 除了以後之外,後面還會講VBA的操作環境 其他的話就是一些綜合的練習 剛剛我有一個章節後來補上去,就是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的應用 因為我發現好像這部分,現在大部分同學的需求越來越大 尤其是圖像化,盡量可以把數據圖像化這件事,快速做出來 OK 所以我們後面也會再來講有關這部分的相關細節 另外我們先說一下課程的一個目標 這個也是多年來我上課的一些心得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Excel,Office出來要先已經32年了 因為這個軟體非常重要,可是有一點很妙的一點 像VBA這個東西,如果要劃分的話,它是程式設計類 如果在大學裡面教的話,理論應該是歸資工系的,或資訊相關科系的 可是資工系的會認為這個東西太簡單了 其實資工系沒有在教VBA的 他覺得這個東西太簡單,應該是商學院的 可是商學院剛好又是另外一段話 商學院又是不教程式的 所以商學院老師知道這很重要,但是也不太會寫 我不知道會不會,所以商學院有一點三管地帶 我之所以會開這個課,主要是因為這個有需求,可是沒有人touch到 剛好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我就在寫這方面的程式了 所以剛好有一種因緣際會,然後我就touch進來 所以才開這樣的課程 剛開始開這個課程,其實我也不太知道到底大家需求在哪裡 而是慢慢接觸到很多學員的狀況 然後跟我們有一點互動之後,發現原來大家需要這些東西 然後你需要這些東西,那我幫你寫 我才知道原來這個課程內容大概應該長怎麼樣,是比較OK的 所以這個課程其實是經過了大概至少十幾六十年的時間 慢慢才有這樣的架構 那你說這個效果會不會調整,也是會稍微調整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會隨著大家的工作內容而改變 而且現在又慢慢有很多像AI的東西要加進來 所以如果有一些東西可以加,那我盡量把它加進來 也就有東西,也如果不需要那麼複雜 那是不是你就用簡單的方法就完成了 因為像常常有人會問說,老師那我應該學Python好還是VBA好 OK,那應該學哪一個好 其實我覺得啦,以我的看法 因為我兩個課都教,因為其實我也教Python,我也教VBA 那你說哪個好,像自己的小孩是老大好還是老二好 對,都自己呢,小孩呢 只是說他們有各自的強項,就是絕對無庸置 沒有一個人說他全部都缺點,沒有吧 他一定有優點,也有缺點 那只是說你要用的時候,你應該用他的優點 對,他的缺點就不可能說,對,你要避開嘛 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如果以優點來看的話 那Excel VBA,其實是真的很方便 因為基本上任何電腦裡面打開都會有 這個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如果你那一台電腦沒有裝Excel 所以人家會覺得你這台電腦很用嗎 常常會有這種問題 不能用,不然你用別的 試算表也不是只有Excel VBA 你可以用別的家,Google會有試算表 對,Apple也有iCloud也有試算表 你可以用啊,只是說你用不習慣而已啊 那,所以這個當然就是說,你要怎麼善用工具 那當然我剛剛一直強調 Excel VBA優點就是,它進可供 就是說你不會用的,你可以用函數 可以用滑鼠鍵盤,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可以跑得出來 退合手就是說,你至少都不會寫程式,你可以錄製的 因為可以錄製劇集這件事情,你可能覺得說 應該沒什麼 不過跟各位講,很少有程式語言可以讓你錄製劇集的 因為錄製劇集就表示它可以幫你自動寫出你要的程式 那如果有些你不會寫的,你用錄的你就知道怎麼做啊 但是Python沒有這東西,如果Python有的話那太好了 我可以做一些動作,然後它就幫我把它錄下來 然後轉成Python程式,那我就不用另外再花那麼多力氣 去找我要該怎麼寫這件事情吧 對不對,但是就是沒有 所以目前來看,有那個錄製劇集這個東西的環境真的不多 像剛剛有同學問我另外一個環境 我想說裡面會不會有錄製劇集,如果有錄製劇集,那太好了 很多問題就好解決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VBA的優點 再來VBA其實語法也簡單,出來很久 所以基本上會被取代掉的機率其實也不太高 因為它已經三年幾歲了 而且它三年幾年前出來到三年幾年後還是都這樣子 而且試占率沒有因為免費的Office而掉下去 還是這麼普遍 可是我在想說它能撐多久 我一直在想說怎麼... 說實際上我自己用的感覺它其實不太好用 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不好用的 可是就是還是會有人買單,這個我也沒辦法理解 那你這樣來看,這麼難用都可以撐這麼久 那應該再撐個十年應該沒問題 但是你說Python,就像Java 我大概十年前主要都教Java 我的課都Java,沒有Python的 但是十年之後沒有人在學Java 不是沒有人,變很少 那都學Python 可是你再推啊,再推個十年 十年後會不會有Python就被取代掉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OK,所以它也許你現在學這東西 你之後可能還要再重新再學 所以十年前學過Java的人 這應該很後悔 學這幹嘛,我還沒有學會 Python可以取代掉 對不對,那我說 我現在又要再學Python 可是我學沒多久,又要被取代掉 這樣投資報酬率太低了吧 所以學一個技術 有時候可能還要考慮到說 你學這個東西 會不會沒有多久就沒有人用 你還是要考慮這一點 這應該算是它的一個 當然我不能這樣講 我只是說我看到的生命週期 它會有這種大概十年左右的狀況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 其實Python真的是太多的模組了 它裡面有三十幾萬個免費的模組 有時候你要的功能它上面都有 你就拿來用,而且還免費 所以這個資源性太高了 另外你網路上搜尋什麼樣的程式 其實都一堆都跟Python有關的 如果你要找Python的程式 相較於Python還是太少 大部分都Python的 哇一堆 人家教你怎麼寫很多 但有另外一個缺點 大部分都國外的 OK 也就是說大部分都英文的世界裡面的東西 所以比起來 這個當然可能要思考一下 順便跟規 那當然至於學 我覺得CP值高的 這個應該是沒有話講 因為以目前來看 以Sail跟EBA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這個課程 主要的目標是會說一下 第一個 我是希望 學完之後 一定要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OK 如果你學完就不能提高工作效率 那等於學了等於白學了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盡可能你要想想看 你工作上有沒有什麼地方 會用到Exail 反正你就是盡可能的 把它用到極限 之前有學員是蠻厲害的 上班一直在狂練VBA 一直練農 練到大概一兩期之後 哇他好厲害 什麼東西都會 把我所有交的東西 他全部融會 換到他工作裡 他說他一整天的工作 已經寫了幾個按鈕 就通通就搞定了 我說那你 剩下的時間在幹嘛 他就說 那我現在練用EBA 一直練一直練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超厲害的 把所有可能的一些方法 通通用在工作上面 OK 所以一段時間之後 他會說 他其實工作已經沒辦法滿足他 對於技能的 因為他都做完了 所以他剩下的時間 剛剛後來說他都在裝忙 對 老闆看的時候一直忙 OK 很忙的樣子 但是老闆沒看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可以再做別的事情 而且老闆也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寫程式 還是在練習 也複充知道 但事情總是會做完 而且老闆給他的要求 他可以馬上做 達到老闆的要求 而且還超過 但後來當然又想要轉職 OK 所以 這當然 還有其他的案例 我記得好像也有人學完之後 說老闆給他調薪 而且調滿多薪水的 他跟我分享 他滿開心的 不過看得出來他很累的樣子 不過他那個累是帶著微笑的累 有一種累是 效率很低落所以很累 他是有效率很高 但是事情可能要找他 不過他說老闆給他的薪水還滿好 他說Double Double滿好的 OK 當然就是培養這個專業器 目標至少要熟悉內建的250幾萬元 雖然沒用過 但你要至少知道 以Sale有哪一類的函數 然後可以解決什麼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回去有時間 一定要按插入函數 然後把每個類 每一個每一個 下面都有說明 請你把每個說明稍微ROM一下 最好能夠稍微記起得是最好 因為我以前印象中我就是這樣學 我就是把每一個每一個都看過 然後因為我看過 我就知道 我遇到什麼問題 它好像哪一個函數可以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就去找那個 一ROM就OK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 所有函數的印象 你還是要去稍微ROM一下 至少有一個印象 OK 那當然如果你更有時間的話 你把裡面的範例也ROM一ROM看 它可能有一些 有沒有 函數說明 然後我會跳一些說明 你可以把它的範例貼到Sale 然後試著做一遍看看 最好如果每一個都能ROM過的話 我覺得你這方面應該會更有自信心 不過這個是還蠻花時間的 那當然前提是你要有時間啦 OK 所以如果你要怎麼有時間 那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如果工作效率提高之後 其實你就會多很多時間出來 那如果你又多很多時間出來之後 你就會有時間多練習 那你如果多練時間練習 你就會什麼都會更強 以後遇到什麼 馬上就可以解決了 那你相對也會更有時間 才會有正向循環 對喔 好這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我剛剛有提到 那如果說裡面的函數 它沒有辦法達到你工作需求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學會自己設計那個VBA了 所以這個就是第二階段 那如何設計 我後面會教各位 第一個 一定要開啟那個VBA的開發環境 那這個開發環境 它預設是沒打開的 你必須要學會把它打開 那它這個開啟的位置 記得喔 你打開之後 也是要打開嘛 然後會有一個那個 空白活躍部 比如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 上方這邊有一個叫開發人員的東西 老師,你怎麼放一秒 再看 OK 這個是 等一下我把那個 剪圖 切回來 OK OK 好 等一下有 好 這個Sale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上面這邊就有一個開發人員的標籤 那這個標籤的話呢 如果你們假設沒有寫過VBA 或沒有錄製過任何劇期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開啟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怎麼開啟呢 第一步一定要學會 如果你連開都沒開 那表示你應該就不是屬於進階的使用者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下你這個同事 對於Sale使用狀況是不是很厲害的話 很簡單 你瞄一下 看它這個開發人員有沒有打開 如果它有打開 表示它應該是有點基礎 但是如果連打開都沒打開 那表示它應該連這個都不會用 OK 所以這個地方開的方式很簡單 剛剛我這個版本 是Excel的 應該是2019的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樣開發在2010以後都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不是2010以前的話 應該都沒問題 所以點選上面有個小箭頭 這個小箭頭 理論上每個2010以後的版本都一樣的位置 二選擇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它會跳這邊有一個選項 你就找到自訂功能區